河南美女李米亚今天上了美国新闻头条 原来美女10岁移民美国进入长春藤读大学 毕业后在华尔街调查银行欺诈,年薪10万 但是三年婚姻让美女有了抑郁症 大家好,我是顾影琼博士 在美女青少年移民美国后遭遇父母离异变故 更被花花世界的腐朽所迷惑 坚信金钱决定幸福 16岁开始打工做招待 努力读书进入长春藤之后 获得了华尔街的高薪工作 但是很快对工作感到厌倦 并且因为丈夫花美女的钱还出轨 在2018年得了抑郁症 此后美女决定改变 追求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因为在华尔街工作多年 建立了很多商业关系 美女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做成功男士们的职业女友 在为那些赚了大钱 却又压力重重的美国男人们解压之后 美女也得到了回报 实心数达到了惊人的1500美金 年收入百万美元 我个人观点 虽然目前美女似乎得到了跑车 雪茄和威士忌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幸福 绝对不能用钱来衡量 我来美国也二十多年了 深深地觉得还是精神超过物质 我劝来美国之前 华人们还是要再思考再三 物质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而祖国丰富的精神生活 才是最珍贵的 放车自扭扭转 自扭扭自扭扭转